作为巴西的领队球员内玛尔,是在本届世界杯中级梅西,C罗之后最受关注的球形之一。 然而,这位仅有26岁的小教体测数据也被曝光出来,不得不说确实是拥有着常人无法媲美的超级球星。 在首场出战面对瑞士队的时候,巴西队1比1被追平是令球迷相当失望,而当晚比赛中,内玛尔不仅是EVS11人,甚至是出现被拉手缠刀的严格防守。 而在第二场面对哥斯达尼加的时候,巴西也忠于状态回归射击两球。 特别是破门之后,内玛尔相当开心的做出一个隔喉动作,以示庆祝。 但不得不说,如今这位巴西新领军人物内玛尔,虽然只有26岁的年纪,但是已经是拿到过最佳射手、金球奖、足球先生等荣誉。 世纪球王贝利之后,桑托斯出产的又一位年少成名的天才球员,而且已经成为世界独坛中级斯罗梅西后,当之无愧的第三人。 然而对于内玛尔,很多球迷还是不解为何球他们这么看好他,当看了他的体测数据你就明白了。 速度,内玛尔不带球百米速度为10秒07,百米带球速度最高值,可以达到10秒63。 普通人百米速度一般为12到15秒之间,而更重要的是内玛尔带球,也能超过11秒。 这是一个超高的速度,身体抗打能力,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个相当不重要的数据。 但并不是,像卡卡,罗纳尔多等这些超级巨星,就是因为伤病的原因而被毁掉。 但内玛尔至今面对超高强度的对抗,依然是没有出现严重的伤病问题。 这也是让他几乎没有缺席大型赛事,盘球能力。 说起排球能力,在这方面内玛尔骂也是曾让不少球迷惊讶,灵活性和过人花招,要面对内玛尔只能跟在后面启灰。 其中,在上一年巴西与巴拉圭的对决,内玛尔独自一人带球狂奔70米,突入境区面对三人包夹。 内上一脚无解挑射破门,成为经典中的经典。 爆发力,这个绝对是内玛尔最自豪的一点。 除去速度之外,在启动瞬间的爆发能力中内上比起斯伊罗和梅西都要强。 无疑,从这体测数据能够看出,内上确实是现今足坛最出色的球星之一,而在本届世界杯中也是肩负着为巴西抢夺冠军的重任,确实是相当力球迷关注。